大学之道,在明明的,在清明,在止于至善,知之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律,律而后能到,物有本末,却有忠实,之所先后,得尽道义。 大学的宗旨,在于弘扬高善的德行,在于关爱人民,在于达到最高境界的善,知道要达到至善的境界方,能确定目标,确定目标后方能先帝宁静,先帝宁静方能安稳不乱,安稳不乱方能私立周祥,私立周祥方能达到至善,凡物都有根本有末节,凡事都有中端有始端,知道了他们的先后次序, 就与大学的宗旨相差不远了,古之欲宁静静于天下者,先知其国,欲知其国者,先其其家,欲其其家者,先修其身,欲修其身者,先成其意,欲成其意者,先知其知,知之在格物,物格而后至至,至至而后一成,一成而后新正,新正而后深修,深修而后加其, 家其而后活至,国至而后天下平,在古代,欲宁静高尚的德行,弘扬于天下的人,则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,欲治理好自己国家的人,则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家庭,欲调整好自己家庭的人,则先要修养好自身的品德,欲修养好自身品德的人,则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意,欲端正自己心意的人, 则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,欲使自己的意念真诚的人,则先要获取知识,获取知识的途径则在于探究事理,探究事理后才能获得正确认识,认识正确后才能意念真诚,意念真诚后才能端正心意,心意端正后才能修养好品德,品德修养好后才能调整好家族,家族调整好后才能治理好国家, 国家治理好后才能使天下大平,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一世皆以修养为本,其本乱而末制者所以,其所厚者保,而其所保者后,为之有也,此为之本,此为之之之也,从天子到普通百姓,都要把修养品德作为根本,人的根本败坏了,末节反倒能调理好,这是不可能的, 正像我厚待他人,他人反而慢待我,我慢待他人,他人反而厚待我这样的事情,还未曾有过,这就较知道了根本,这就是认知的最高境界,所谓成其一者,无自弃,如无恶仇,如好好色,此之为自谦,故君子必顺其独眼,小人嫌之为不善,无所不至,仅君子而后焉然, 念其不善而助其善,人之是己,如见其被干燃,则何意义,此为称于忠,行于晚,故君子必顺其独眼,曾子曰,时目所逝,之手所指,其言乎,复若乌,得乱身,心广体胖,故君子必成其义,所谓念真诚,就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,就像厌恶难闻的气味,喜爱好看的女子, 这就是求得自己的心满意足,所以君子在独处时一定要慎重,小人在家选举时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出来,当他们看到君子后,才会遮掩躲闪,藏觅他们的不良行为,表面上装作善良公顺,别人看到你,就像能见到你的五脏六腑那样透彻,装模作丫会有什么好处呢? 这就是所说的心理是什么样的,灰显露在外表上,因此,君子在独处的时候一定要慎重,曾子说,一个人被众人注视,被众人指责,这是很可怕的啊,不能是防污华丽,得能使人品的高尚,心胸宽广能替他安逝,所以,君子一定要意念真诚,时云,瞻比奇奥,露竹一一,有本君子, 如千如挫,如卓如磨,色欠欠欠,赫欠欠欠,有本君子,终不可宣欠,如千如挫者,道学也,如卓如磨者,自修也,色欠欠欠欠欠,赫欠欠欠欠,为一也,有本君子,终不可宣欠,道圣得至善,明知不能忘也,时云,于系,前往不忘,君子嫌欠欠欠,而今其其, 小人乐其乐,而力其力,此以莫世不忘也,康告曰,可明德,大佳迦、故帝天知名命,地帝连,可明君德,皆自名也,唐之派明曰,苟运欠欠欠,欠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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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欠,康告曰,做心明,誓欠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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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欠 冥满黄鸟,至于丘鱼,子曰的,于直,至其所指,可以人而不如鸟户,至云。 慕慕文王,于极其尽指,为人君,至于人,为人臣至于敬,为人此,至于孝,为人父,至于此,于国人交,至于信,子曰的,听宋,无有人也,帝也是无宋姑,无情者不得尽弃词,大为免治,此为之本。 诗经上说,看那温温的汽水岸边,绿竹苍玉,那文质彬彬的君子,像切磋骨气,琢磨玉气那样至些修身,他庄重威严,荒名显耀,那文质彬彬的君子啊,令人难以忘记。 所谓想切磋骨气,是说拒绝之道,所谓想琢磨玉气,是说自身的品德修养,所谓庄重威严,是说君子谦虚谨慎,所谓光明显耀,是说君子仪表的威严,那文质彬彬的君子啊,令人难以忘记。 是说君子的品德完美,达到了最高境界的善,百姓自然不会忘记他。 诗经上说,哎呀,先前的玄王不会被人忘记,后世君子,尊前大贤王之所尊,先前大贤王之所亲,后代百姓因先前贤王而享安乐,或收益。 这样前大贤王虽过世而不会被人遗忘,尚书中书中的康告天上说,能够弘扬美德,尚书尚书中的太假篇中说,思念上天的高尚品德,尚书于书中地点篇中说,能够弘扬伟大的德行,这些都是说要自己发扬美德。 上堂的盘明上说,如果一日洗刷干净了,就应该天前洗净,不间断,康告天上说,劝免人们自信,诗经上说,周朝虽是救国,但文王承受天命是新道,因此,君子处处都要追求至善的境界。 诗经上说,京城方圆千里,都为百姓居住,诗经上说,周九宁教的黄鹰,气息在多数的山丘上,孔子说,啊呀,黄鹰都知道自己的气息之处,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? 诗经上说,一太端庄,美好的文王啊,他的心高尚,是人无不仰慕,身为国君,当努力诗人证,身为夏臣,当尊敬君主,身为人之子,当孝顺父母,身为人之父,当此爱慰怀,与国人交往,应当诚实,又信用,孔子说,审断征奉,我的能力与他人的一般无二,但我力争是征奉根本就不发声。 违背实情的人,不能尽狡辩之能事,是民心境外,这叫做知道什么是根本,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,身有所问志,则不得其正,有所恐惧,则不得其正,有所好乐,则不得其正,有所忧患,则不得其正,心不在焉,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,视而不知其味,此为修身在正其心, 主要修养好品德,则先要端正心意,心中愤愤不平,则得不到端正,心中恐惧不安,则得不到端正,心里有偏好,则得不到端正,心里有优化,则得不到端正,一旦心不在焉, 就是看了,却什么也看不到,听了,却什么也听不到,吃了,却辨别不出味道,所以说,修养品德关键在端正心意, 所谓其其家在修其身者,人知其所谦爱而辟焉,知其所谏恶而辟焉,知其所谓敬而辟焉,知其所爱见而辟焉,知其所欧度而辟焉,故好而知其恶,恶而知其美者,天下先宜,故也有之约,人莫知其子之恶,莫知其苗之说,此为身不修,不可以其家, 如要调整好家族,则先要修养好品德,为什么呢? 因为人往往对他所亲近喜爱的人有偏见,对他所轻视讨厌的人有偏见,对他所畏视恭敬的人有偏见,对他所缘惜同情的人有偏见,对他所傲视怠慢的人有偏见, 所以喜爱一个人但又认识到他的缺点,不喜欢一个人但又认识到他优点的人,也少见,因此有一则烈欲说,人看不到自己孩子的祸错,人察觉不到自己的庄稼好,这就是不修养好品德,就调整不好家族的道理, 所谓治国必先其家者,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,无知,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,孝者,所以是君也,帝者,所以是长也,辞者,所以是众也,康告约,如宝赤子,心成求知,虽不忠,不原宜, 为有学养子而后价者也,一家人,一国心人,一家让,一国心让,一人叛利,一国作乱,基金如此,此为一言问世,一人定国,要,顺率天下一人,而民从之,结,就率天下一报,而民从之,其所令反其所好,而民不从,是故君子,有诸己而后求诸人,无诸己而后非诸人, 素藏忽身不数,而能遇诸人者,为之有也,故治国在其其家,是云,讨之夭夭,其夜珍珍,知子于归,以其家人,以其家人,而后可以教国人,是云,以兄弟,以兄弟,而后可以教国人,是云,其一不特,正是四国,其为父子兄弟租法,而后民法治也,此为治国在其其家,要治理好, 要治理好国家,必须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家族,因为不能教育好自己家族的人,反而能教育好一国之民,这是从来不会有的事情,所以,君子不出家门,而能施教育国民, 孝顺,是侍奉君主的原则,尊凶,是侍奉长官的原则,仁慈,是控制民众的原则,看告中说,像爱护婴儿那样,诚心诚意去爱护,即便不合乎婴儿的心意,也相差不远,不曾有过鲜血养育孩子在出家的人呀, 一家仍爱相亲,一国就会仍爱成风,一家谦要相敬,一国就会谦到成风,一人贪婪暴力,一国就会大乱,他们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样, 这就叫做一句话可以败坏大事,一个人可以决定国家,要,顺用人装统治天下,百姓就跟从他们实施仍爱,且,周永暴政统治天下,百姓就跟从他们残暴不仁, 他们命令大家做的,与他自己所喜爱的凶暴相反,因此百姓不服从,因此,君子要求自己具有品德后再要求他人,自己先不做坏事, 然后再要求他人不做,自己藏有不合己所不欲,物事与人这一树道的行为,却能使他人明白树道,这是不会有的事情,因此,国家的治理,在于先调整好家族, 世经上说,桃花绚烂,只把眼帽,姑娘出嫁,何家还快,只有何家相亲和幕后,才能够调教一国之民, 世经上说,尊兄爱弟,兄弟相处和幕后,才可以调教一国的人民,世经上说,他的言容没有差错,成为四方之国的准则, 能使父亲,儿子,兄长,弟弟各蒙其位,百姓才能造法,这就叫做治理好国家,首先要调整好家族, 所谓平天下在治齐国者,尚老老而年兴相,尚长长而年兴地,尚续孤而云不备,是以君子有结局之道也, 所恶于上,无以是下,所恶于下,无以是上,所恶于前,无以先后,所恶于后,无以从前,所恶于幽,无以交于左,所恶于左,无以交于幽, 此之为结局之道,是云乐举君子,明知父母,明知所好好之,明知所悟悟之,此之为明知父母, 是云,解彼南山,为石炎炎,赫赫施影,明居尔瞻,有国者不可以不胜,辟,则为天下录仪, 是云,焉之为放尸,可派上帝,以奸于焉,借命不易,道得重责的国, 施重则施国,要平定天下,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,因为至上位的人敬重老人, 百姓就会敬重老人,至上位的人敬重兄长,百姓就会敬重兄长,至上位的人敬爱孤小, 百姓就不会不讲信义,所以,君子的言行具有模范作用,厌恶上级的所作所为, 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下级,厌恶下级的所作所为, 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上级,厌恶在我之前的人的所作所为, 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在我之后的人,厌恶在我之后的人的所作所为, 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在我之前的人,厌恶在我右边的人的所作所为, 就不要用同样的方法与我左侧的人交往,厌恶在我左边的人的所作所为, 就不要用同样的方法与我右侧的人交往,这就是所说的模范作用。 诗经上说,快乐啊国君,你是百姓的父母,百姓喜爱的他就喜爱,百姓厌恶的他就厌恶。 这就是所说的百姓的父母,诗经上说,高高的男生啊,充满蝶杖,光要显赫的以太师啊,众人都把你仰望,统治国家的人不能不谨慎, 出了差错就会被天下百姓杀掉。 诗经上说,阴朝没有葬施民众时,能够与上天的意志相配合,因你阴朝的父王位见,天命得来不易啊。 这就是说得到民众的拥护,就会得到国家,失去民众的拥护,就会失去国家,是故君子先甚乎得,有德此有人,有人此有土,有土此有才,有才此有用, 得者本也,才者莫也,为本内莫,争民失多,是故才聚则勉散,才散则勉具,是故言备而出者,以备而入,或备而入者,以备而出。 康告曰,为命不于常,得善则得之,不善则施之意,楚书曰,楚国无以为保,为善以为保,旧法曰,亡人无以为保,人情以为保。 所以,君子应该谨慎的修养德行,具备了德行才能获得民众,有了民众才会有国土,有了国土才会有财富,有了财富才能享用,德行为根本。 财富未末端,如若本末导致,民众就会互相争斗,抢夺,因此,财富聚集在国军手中,就可以使百姓离散,财富疏散给百姓,百姓就会聚在国军身边。 所以,你用不合情理的言语说别人,别人也会用不合情理的言语说你,用不合情理的方法获取了财富,也会被人用不合情理的方法夺走。 看高尚说,天命不是始终如一的,德行好的就会得天命,德行不好就会失掉天命。 楚书上说,楚国没有什么可以当作珍宝的,只是把德行当作珍宝,就犯说,流亡的人没有什么可以当作珍宝的,只是把至爱亲人当作珍宝。 请誓约,若有一戒尘,断断兮无贪忌,其心修修焉,其如有容焉,人之有气,若即有之,人之厌胜,其心好之,不是若自己口出,时能容之,以能保我子孙黎明。 正义有力灾,人之有气,若即以恶之,人之厌胜,而为之彼不通,时不能容,亦不能保我子孙黎明。 义愿待灾,为人人放流之,甭诸四疑,不与同中国,此为为人人未能爱人,能恶人,见贤而不能拒,拒而不能先,命也,见不善而不能退,退而不能忍,过也。 好人之所恶,恶人之所好,是为妇人之性,在彼代附身,是故君子,有大道,彼忠信以德之,交太以施之,情世上说,如果有这样一个大臣,他虽没有什么才能,但心地城市宽大,能够容纳的人,别人有才能。 如同他自己有一样,别人得才兼备,他重新称义喜欢,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,能够容纳人,便能够保护我的紫色百姓。 这对百姓是多么有利啊,如果别人有才能,就极度恋恶,别人得才兼备,救助来他施展才干,不能利用这样的人,他不能保护我的紫色百姓。 这种人也实在是危险啊,只有仁德的人能把这种极度嫌人的人流放,驱逐到边缘地区,使他们不能留在国家的中心地区,这叫做只有仁德的人能够爱人,能够恨人,看到寻人而不举荐,举荐了但不几块使用,这是怠慢,看到不好的人却不能病气,病气了却不能帮助到远方,这是过错。 喜欢人所厌恶的,厌恶人所喜欢的,这是违背了人性,灾害必然会降临到他的身上,因此,君子所有的高尚德行,一定要忠诚老实才能够获得,交通放肆便会失去。 生财有大道,生之者重,时之者寡,为之者习,永之者书,责财横足矣,同仁者以财发生,不仁者以身发财。 唯有上好人而下不好义者也,唯有好义其事不忠者也,唯有俯库才非其财者也。 梦献此月,数码成,不差于鸡屯,罚兵之家,不出牛羊,百胜之家,不出剧脸之臣,与其有剧脸之臣,宁有道臣。 此为国不以利为利,以义为利业,成国家而物财用者,必作小人仪,必为善之。 此为国不以利为利,以义为利业,发财致富有这样一条原则,生产财富的人要多,消耗财富的人要少,干得要快,用得要慢,这样就可以永远保持富足了。 有得行的人会舍财修身,没有得行的人会舍身求财,没有居上位的人喜爱仁慈而下位的人不喜爱忠义的,没有喜爱忠义而完不成自己事业的,没有国户里的财富最终不归属于国君等。 孟仙子说,拥有一车司马的人,不应计较一击一珠的财物,请大夫家不赐养牛羊,拥有马车百量的人家,不患养收敛财富的加成,与其有剧脸民财的加成,还不如有道贼式的加成。 这是说,国家不应把财务当作利益,而应把人意作为利益,掌管国家大势的人只吃利于财富的聚联,这一定是来自小人的主张。 假如认为这种做法是好的,小人被用来为国家服务,那么灾害就会一起来到,纵使有邪臣,也无济于事儿啊,这就是说国家不要把财力当作利益,而应把人意当作利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